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的采访团队在英国剑桥访问社气界重要学者巴瑞尔的时候 他正在主持一场研讨会 对象是一群中国大陆的青年创业家 其实呢不只是中国大陆 这几年到英国观摩取经的人很多 而英国社气发展成绩傲人 政府其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除了有为社气量身打造的法员 还大力的扶持各种育成机构 像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企业知识平台 Unlimited的社会企业家基金会 另外也提供资金和各种税负减免 打造出优良的社气发展环境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去拜访一位英国医生 艾尔犹贝利创办的患者至上公司来了解 到底英国社气百花齐放的关键在哪里 打开电脑网页投影到电视上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她是 患者至上公司的创办人 艾尔·尤贝利 艾尔·尤贝利在拿出手机解释 患者至上这一套系统 可以将病例下载到智慧型手机上带着走 并透过加密来保障隐私 也可指定开放给医生 护士或家人查阅 方便病患转换医院时 和医护人员讨论 也免去重复做检查的痛苦 本身是医生的她 也是程式设计师 会开发出这套软体 因为这是她切身之痛 因为他已经生活了十年 长期的医院状况 这意味着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 他所作为这个问题 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是国际的 它是一个巨大购买的项目 它可能会变成世界的 级别人的医院 医生的医院讨论 帮助过两万名设计家创业的 Unlimited执行长普莱尔赞许 埃尔尤贝利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设计家 因此在他创业三个月时 就颁发了5000英镑的奖金 5,000磅是很小的 资金价格比较少于1% 这股信念让埃尔尤贝利 撑过一开始的阻力 目前已经有20家英国医院 和9个国家采用这一套系统 埃尔尤贝利坦言Unlimited 在各阶段提供不同协助 包括导师制度 资金媒合和寻求媒体曝光等 都让他的公司获益良多 但这个育成机构一开始也曾经备受质疑 十几年前当大家都还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企业时 Unlimited就颁奖给只有想法 却连商业计划都没有的年轻人 被人嘲笑 太过疯狂 所幸2000年他们就获得英国大乐透基金赞助 才有机会借由不断测试市场 招募有决心改变社会的优秀社器人才 随着向患者至上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 Unlimited模式逐渐获得肯定 目前他们震撼八大工业国合作 社会影响力投资计划 在全球也已经有超过十个国家引进他们的模式 包括台湾 我们跟英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在整个iLab上面就是 算是有运用那个Big Data的精神 他的这个创业历程是什么啊 然后他中间遇到哪些困难 透过iLab的计划来记录我们这一代 想要创立社会企业的这些人的样貌 到底都是些什么这样子 我们提供我们的模式承计 我们鼓励它改变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 在那种改变中新的新型 普莱尔鼓励台湾年轻人大胆尝试 做就对了 就如同当年他们不被了解 如今却有越来越多国家想要移植他们的经验 而在英国国内 社器更已成为一门险学 现在英国每五位创业家就有一位想成立社器 年轻人想从事社器的比例更高达四分之一 这样的转变 政府的大力支持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关键 2012年运用银行禁止户 和四大银行的资金 以6亿英镑 相当于新台币300多亿 成立大社会资本集团 简称BSC 首先是一个社会资金 所以鼓励更多人 更多社会 使用更多资金 和投资的投资 在社会资金 比较普通的投资 然后第二个是 投资我们的资金 使用我们的资金 来投资 通过中间社会资金 进入前线商业 和社会资金 BSC是全球第一家 社会企业投资银行 执行长奥多诺货不会延 很多社企从来没被投资过 还没做好准备 以至于速度不如预期 但英国政府 长期投注在社会的力量 早已在其他方面发挥效应 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现代感 这栋绿建筑坐落在剑桥北部 是玉城机构 未来企业中心 阳光从天井穿入 洒落在中庭 操创阶段的创业者 可以免费享受的不止这阳光 还有桌椅和WiFi 大小不一的会议室 可以办奖座或开商业会议 贝蒂菲尔成立的是玉城公司 其他还有像是精英研究3D列印 以及与亲近能源相关 总共约三四十家公司 都在这里孵化他们的梦想 未来企业中心的资金来源 除了欧洲区域发展基金的专案补助 英国官方也大力挹注 包括剑桥市政单位 合作营运的社企 阿里亚资金来源之一 就是英国大乐透基金旗下的 社会育成基金SIF 另外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 则提供教学资源 英国社企逐渐转向 与环保、亲近能源 与医疗保健相关领域 企业家与投资人的想法 也开始转变 新一代的富贵人 似乎想知道 他们的资金 在很多情况下 并不仅是投资金融资金 但他们也想知道 它也做得很好的 巴瑞尔指出 2014年4月起 投资新创设计的天使投资人 减税额最高可达三成 另外还有类似保险的机制 投资者万一赔钱 可以拿回四成的本金 种种减税优惠措施 加上由政府支持的Unlimited 以及大社会资本集团 让现在的英国 拥有绝佳发展环境 让社企百花齐放 拼贴出更有生命力 与社会关怀的 日不落帝国 另一章